我帮你吧 不用了 快走吧 省得就让人看见 我跟四字座的人待在一起 快走吧 为什么不让四组的人帮你啊 不是一个组的 也不太方便 那你就不能等我一下吗 你当着其他部门的面 你一个女孩搬东西 让别人看了怎么想能源做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 我这不都下来了吗 行 愿意搬是吧 搬吧 我看你怎么搬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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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来吧 你回去吧 我自己来 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搞成这样 能源组那些人不是没有接触过 你得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 我只遵守公司的规则 你还是没搞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吗 你只要中他们第一个头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不好意思 学校没教过 我去唠总 尔总 总合咖啡对心脏不好 没加糖 没事 些殷勤吧 说吧 想干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 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吗 看看这个吧 这是封控博后来的案子 如果你能找到通过 就是你的了 可真有你的啊 居然想出这种办法来收拾他 对于这种自命不凡的人 你就得想想办法治他 要不然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 万一他要办成怎么办 那咱俩就可以去死了 这项目被封控博回来三次了 不可能通过 你没把封控博回理解给他吧 没有 我有病啊 我给他这个干吗 要让他自个儿折腾你呗 我都老是想把封控博回来 还有另外一项目 你无意义不减在学校 我都想没说过 你无意义不教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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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意义不教个人 刚才可被人给焊出了吗 我只在终状励 这人无意义不教了 我只把封控博回来 这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这回项目录演 是创始人那边全权负责的 我们不干涉 你怎么什么事都来问我呀 赵经理 干什么 我想要一下 可燃斌项目被驳回的意见书 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 没有 我说你是不是还没断奶奶呀 你怎么什么事都来问我呀 徐总 被驳回的项目就算没有意见书 总该知道原因是什么吧 不知道 你看我 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想办法吧 别做了 要10月份 ヒーモ ничего 娘 我有所在乎 biodiversona 小姐 好 我看见书 我要反映 那儿 什么要反映 你的由装银行 不认可 有心事 这种海苇 最好 资料给的太少了 我看了半天 连被驳回的原因都找不到 那还有谁知道这个驳回的原因啊 肯定是封控中心啊 但应该只有潘总有告知的权利吧 那你去问一问潘总 请调一下 你觉得我能见到他吗 为什么见不到 按照规矩 像封控总监这样级别的领导 只有王总和马总这样的人 才能说见就见 我跨过三级去见他 会不会是为不尊重上级的 还有这种规矩啊 我好像没有在员工手册里面 看到这一条 那员工手册也没写明 你不能进你厕所对不对 那要是有人晕倒了 我还是可以进去 孙逸秋 我现在没心思给你抬杠啊 我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那你不妨试一试 说不定他可以理解你呢 那你愿意上 许总 召见你 我去趟封控中心 很快就回来 他不会真的是找潘总了吧 这下有好戏感了 这下有好戏感了 这女魔头 是公司最难搞的女人 我谁都不怕 我就怕她 马总呢 潘总 苏总让我来问您一下 这次为什么没有给那个 不会意见书 因为我可以不给呀 狠的 那您能大致表达一下您的意见吗 我没意见 计划说做挺好的 格式工程 连个错别字都找不着 可我就是不想让你们过 我 公司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瞅瞅了吧 整个就是一变态 我没觉着 我觉着挺好的 挺有个性的 挺迷人的 你这么变态呢 我的天哪 我变态吗 我 高总 你果然还在这儿 又是你 大神 我 我想跟你打听个事 封控中心的潘总 你了解吗 知道一点 你问他干吗呀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黄帅 你不会是对他有意思吧 你说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项目 被他给驳回了 我是想看看有什么办法 能不能通融一下 那你就死去小心吧 这个潘总是很难沟通的 一直单身 也没什么绯闻 脾气出了名的怪 就是那种典型的 嫁给工作的女人 这么特别啊 不过你越说 我好像越感兴趣 你说啊 像他这样 作风另类的女人 能坐上 封控总监的位置 并且低位这么稳固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那是肯定的呀 虽然 他这个人 人缘不怎么好 但是能力非常强 别说在我们公司 就是在整个投资行业 封控这一块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所以 我们公司那些高次行 见到他 都得轻他三分 出去 怎么了 我表达得不够清楚吗 对不起 我知道 我这样直接来找您 有一些莽撞 可是因为我实在 没有别的办法了 希望您可以理解 这是你的理由 但不是我的 除非你能在三秒钟之内 给我一个 你留在这里的理由 否则 就请你出去 三 二 一 时间到了 你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直接找潘总 晓岚 这种低级错误 你怎么会犯 是我让他去试一试 不怪别人 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隋晓 你是不是觉得 守规矩的人都是傻子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别 不用解释了 我觉得问题根本就不在这儿 你去找潘总 这没什么错 错就错在 他可能不太喜欢你 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也没有得罪他 你怎么知道你没得罪他 同性相侍听没听说过 你的年龄 你的身材 你的气质 还有你的大长腿 我疯了啊 对不起 总之啊 你这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这本身就是个错误 会激发起他动物本能的敌意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换一个人 兴许情况就会不同 肯定不一样 结果会更惨 那你说 你说怎么办 根本不去做这件事 什么 你没有想过他们的动机吗 可燃兵的项目 已经被驳回三次了 这次 能源组让你做这个项目 不会想看到你成功 只想看到你腐软 怎么腐软 哎呀 赵经理 对不起 人家做不到 求求你 是这样吗 那还是蓝千亿吗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想想吧 看看怎么能让潘总 不把我赶出来 你把我赶紧回来 交给我吧 让我试试 正好 殷经理最近有个案子 被驳回了 你们这些人 怎么就不能守规矩做事了 挺好 但是这一章节 我需要你重新帮我做 数据明天能给我吗 可以 好 buddy 别玩ас 我第一不再叫他 拜托 你好 我是消费品组的好帅 我来替别人送年花 谁要送我花 一个 仰莫您的年轻人 ため weekend 他альных 你们消费评组真的是人才辈出啊 是医生超让你送花来的吧 那个 你不是送花来的吗 把花放在这儿啊 还有事儿啊 没事儿了 没事儿了 我走了 我有时间再来看你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还好她没追上来 不是 你喝这么烫水干吗呀 文哲啊 我可能是被人给骚扰了 谁能骚扰你啊 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啊 潘 那个 你真去找潘总了 她骚扰我 林经理 你笑什么呀 我也是有尊严的 这种事吧 法律不保护 我们也不反对 尤其是自找 是 是 林经理 被封控中心驳回的案子 真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根本不可能 封控中心的审查制度 本身就已经很严格了 如果是潘总亲自驳回的 基本上死刑 怎么又是你啊 你们这届新人还真挺有意思 我今天是特地来跟您道歉的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 请您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 你的问题说在哪儿 我的问题在于 我不应该为了改变您的决定而来 既然项目已经被驳回了 我就应该尊重您的判断 如果我是为了推翻您的意见 为了否定您而来 那无论我的态度多好 都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行为 所以我这次来 不是为了让项目通过的 而是真心地向您学习 从现在开始 您就把我当成 封控中心的实习生吧 好 如果你真想学习 那就请你站在封控的角度上 回去写一份 关于可燃冰项目的 博会意见书 这个项目的资料放在这里 我看到的 就是你看到的 那回去好好研究吧 看什么呢 可燃冰的项目材料 潘总给的 那什么意思啊 不会是 就这么让你过了吧 不是 让我自己写博会意见 不是 让你写 不是 你是他们封控中心的人吗 这跟把你卖了 还让你给人数钱有区别吗 他这就是公然的 想侮辱我们能源组 我还以为你有多少能力呢 搞来搞去也就是给我到处丢人现眼 一点能力都没有 我 我现在我看着你我就烦 赵经理 在模仿马总啊 学得挺像的 吃颗糖 消消火 注意透口气吧 你 你说说你吧 当初不肯来四处 现在后悔了吧 请你吃块黎高糖 谢谢 怎么样 不错吧 可惜喽 你怎么还不过 也是 例外 怎样 不错吧 我一直以为你 爱我 又是没有 我自己想像我 跟亲眼看过一样 那当然了 你不信啊 没有 我信 可就是感觉吃不太出来 味道确实不一样 但跟一般的薄荷糖 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 你怎么能拿它 去和薄荷糖比呢 黎高糖是黎高糖 薄荷糖是薄荷糖 完全不一样的 你只要拿我这家的黎高糖 去和外面的一比 马上就能明白它的好 有道理啊 对比同类 谢谢您 吴总 我先走一步 好 好 好 封供上半年博会的案子 都在这儿了 我把 能源组的给你分出来 你找到时候方便一些 谢谢啊 真是麻烦你了 不管怎么说 能让潘总给你这个任务 说明他真的很欣赏你 希望是这样吧 希望是这样吧 这么多资料 今天又得下班了吧 没办法 潘总驳回项目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就想对比一下这些案例 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叠 这样也许就能了解 封控部门评办项目的标准 所以这材料在头 我都得看一遍才行 请按摩安 去喝一杯 开玩笑的 改天再说 女 Count Would有va 难怪 真是过不了啊 走 好 好 怎么样 还顺利吗 怎么说呢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收获 就是理解了 风控中心驳回项目的原因 换成别人的立场 去看同一个项目 结果真的完全不一样 原来我是找不到项目的问题 现在我是找不到通过的希望 我来吧 但我看你还挺享受的 越是困难的项目 越有挑战的价值 这一点你和吴总还挺像的 对了 你们怎么样了 那个新项目定了吗 我问你啊 如果让你在感兴趣的项目 还有能升值的项目里面 选一个的话 你会选哪 你这个问题不是想问我吧 其实想问吴总 如果是站在吴总的立场 也许促成一个好的项目 远比升值来得更有意义 至少在我看来 比起当一个合格的职员 吴总更想当一个优秀的投资人 可是林经理说得也没错 这次升值的机会 对于吴总来说 确实挺重要 不用纠结 只要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勇敢一点也挺好的 好了 我先回家了 明天见 这次是 芊怡 要不要去喝一杯 你们是都商量好了吗 怎么今天都想约我喝一杯 还有谁啊 今天谁约都不行 我回家还得加班呢 撤了 我来打 Cristo 你怎么还要做 你怎么会再加班呢 这次是 我来打算 留下一次 词 要是 乱 好 秦 现在 我去晋试 学我 我去对面 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 告诉我 你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封控经验的 所以仅仅是以可燃病一个项目的资料 我是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的 我就找来其他被驳会的案子 对比之下 才逐渐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理解到了封控中心的思路和标准 不是我刻意不告诉你所谓的标准 只是对于我们风头来说 这个标准只来自于个人经验 并不是可以被简单量化的 对 这也正是我所感受到的 那你现在怎么看我的不回意见 我完全认同您的判断 说实话 如果只是以目前的状况 可燃病这个项目确实还不够成熟 目前不够成熟 不代表未来没有希望 不管多久 我都等你 直到你交出一份可信性方案 谢谢潘总 这有的人啊 装模作样的白忙活这么久 接我呢 项目上要别过吗 天哪 马总 马总 是这样 刚才呢 潘总通知我 从今天开始 但凡是封控中心要审核的文件 在送去之前的时候 先让蓝千亿检查一遍 为什么呀 问盘总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有心机 正事没办 大宝的工作就抢了 我是真不明白 这女模头是怎么看上她的 如果这潘总要是个男的 我倒是还能理解 谁知道 没准是看上自己年轻版的样子的呗 我跟你说 倒不是善茶 她有真是年轻版的潘总 那我可瞧瞧她了 好 东西带够了吗 我也是刚才交的同事 好帅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余总说好帅身体不太舒服 可能就不来了 不会吧 刚才我们两个打电话的时候 她还像打了鸡血一样呢 明白了 肯定是跟她上次学的 听说过腰公斤吗 应该差不多快到了 不好意思 回来吧 玉铭 我们家帅就交给你了啊 多费心 不就是出趟门吗 至于的吗 就她金贵 当然了呀 她爹 我好叔叔让我照应着 有闪失交代不了 人都到齐了吧 上车 您好 里程专车为您服务 上车小心 谢谢 来 香蟹蚊子多啊 下车之前喷热点 给她们也都喷热 谢谢车哥 开车 师傅 有事发微信啊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出发了 你不喷点儿吗 香蟹蚊子很凶的 而且任生 我不喷 宁可被咬死 也不想被枪死 小杨 你别难过 小杨 你别难过 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种运气 能遇到那么合得来的领导 是啊 遇到不喜欢你的人 再怎么能运用 我可从来不想这些事 干嘛非得跟自己过不去 世界那么大 生命那么短 我可不想在讨厌的人身上 浪费时间 宝宝们 宝宝们 来 快 跟我粉丝打个招呼 宝宝们 这是高思聪 怎么样 帅不帅 想不想价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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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啊 马上就要看女神喽 快 跟我粉丝打个招呼 宝宝们 这是高思聪 想不想看脸 想不想看脸 玫瑰花刷起来 玫瑰花刷起来 这么多玫瑰花 赚到了 给你们看脸 你想活了你 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我的最爱了 不是你 是他 你快 好好好 去去去 不怕了 不怕了 别烦我 宝宝们 拜拜 下播了啊 来 刚才咱们看的那一片啊 是桃子 这大片啊 都是梨子 这些是梨啊 来 来 来 尝尝 谢谢 等一下 不用化肥不打农药的 可以直接吃 好吃 真的挺甜的 我们平时买的那些 味道不是很一样 这就是我的秘方了 用大豆养出来的果子 就是特别香甜 您是用大豆做的肥料吗 是 我用了八年的时间做试验 才发现这个秘诀的 那这样种出的梨 是不是很贵啊 那得看怎么比了 超市里进口水果卖得贵不贵 它又是关税 又是运费 肯定贵啊 还是很多人运也去买 为啥呀 因为觉得安全 你看啊 我这里的果子 一点都不比进口的差 不仅安全 而且新鲜 质量还好 可我们的价格 差不多它的一半啊 你们说 这能算贵吗 有道理 只要是货真价实 消费者是愿意花钱买安心的 怎么这么多果子都乱在地里了 好可惜啊 是啊 是啊 这算什么 我库房里还有好多呢 这么好的果子会卖不出去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销量啊总也上不去 再好的东西 也得有人识货才行 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销售情况 能否给我提供一下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你说啥 财务报表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那你们平时是怎么包账的 包账 对 那是账本 有 有 有 这个有 你们等一下啊 我去拿 这是账本 下面兜着点 兜着点 好 下把劲 老板 给我来那条桂鱼 还有那个鲈鱼 清蒸红烧都行 再来两斤河虾 葱姜炒 对了 不放料酒啊 兄弟 你要点餐呢 就去饭吧 我们这儿 没处事 我不是点餐 我这是质检 要写到报告里的 还有这种质检法 对啊 你啊 真有眼光 你看看 我们这里的鱼 都是活水养的鱼 温度低 流速急 跟一般水库池塘养的鱼 完全两回事 那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更好吃了 你想想 这山里跑的跟龙里养的 能一样吗 家畜是这样 鱼啊 也一样 那产量呢 也是两码事吧 这个就没办法 这好东西啊 总是密度低 养成慢 数量和质量没法见得 这是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你们是怕我有病 传染给猪是吧 没有 没有 我们有很严格的消毒制度 来 请 请 请请 这是我们万总 这是金城投资的两位负责人 两位好 两位好 我是这个农业基地的创始人 万里涛 万总好 让你们久等了 没有 没有 那我们就进去吧 好 好 走 这个养猪场呢 是我亲手打造的 是整个基地的核心部分 不管是这个环境啊 还是设备啊 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还有专人给他们洗澡按摩 那你就不是养猪 是养宠物啊 这猪的日子可比我好多了 在我们眼里啊 这个猪可比宠物伟大多了 你想啊 它为我们人类献出了生命 所以我们更应该爱护它 可是这个条件 是不是有点奢侈过头了 什么叫奢侈 难道养猪就要养得 脏稽稽 臭烘烘的 不一定吗 你有这种感受 其实就是在你的印象里啊 还是处在那种 过于简陋的养猪环境 这种对于农业产品 只能是廉价的这种观念 才是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人们对这个农业的认知的话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监测 监管手段 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对 我明白你说的啊 应该是交往过正的意思 对不对 是是是 但问题是 只有你一个人这么做 也无法改变现实啊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 如果旧的观念 根深蒂固的话 那么新的观念的输入 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我虽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但我至少可以代表我自己的立场 做一个坚持的示范 就算不能改变世界 但可以坚持自己 说什么的 你怎么又瞎起哄了 他疯你也疯啊 这么养猪怎么控制成本啊 那猪肉还不得没有两百块钱一斤啊 可是我觉得 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呀 什么呀 而且您说的两百块钱一斤的猪肉 我查过资料 也并不是没有过这样的行李 你像日本路尔岛的黑猪 冲绳的黑毛猪 还有西班牙伊比利亚的黑猪 意大利的白猪 这些都是价格不菲的 其实咱们国内 也有像五指山香猪 精华两头屋这样优质的品种 只要是养好了 我认为 完全可以媲美那些国外的名猪啊 是 国外是有这样的 咱们这是国外的项目吗 可这个项目的定位 也已经非常明确了呀 就是国内的精品农业 虽然以前没有 但不代表以后也没有啊 这就像好帅 想打造一个国产的一线品牌一样 要想改变国内农业 低端廉价的形象 总得有人敢于开这个头吧 你说得到清净 那万一失败了呢 你来承担这个风险吗 林经理 风投的本质 不就是鼓励试错吗 只要方向正确 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我觉得哪怕是付出一些 试错的成本 这也是值得的呀 还风投的本质 你才来几天啊 还本质 你懂个屁啊 我相信吴总 他也是这么想的 行 那我就跟你明说了啊 如果这个项目通不过投绝会 倒霉的不光是吴总 还有咱们整个四组 以四组目前的业绩状况来看 随时面临着被撤并的危险 真是 一个疯子还不够啊 怎么又来了一个呀 你别跟着我啊 来来来 大家辛苦了啊 都多吃点 不管怎么说 这毕竟都是好东西 你们尝尝 这条鱼跟我小时候吃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吃的那条可将近一千块呢 真的 你尝尝 好 想要打开销路 就得好好想想宣传策略 像这样的精品水果 最需要的就是知名度跟热度 你的思路没有问题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呢 无论是写软文编故事 都需要周期 而且明星代言 也需要一定的基础 我们还有考虑到 普通的消费群体 对于国产水果的定位和信任 岂止是水果啊 所有的国产农产品 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只要有人看到产地是中国 就没人愿意掏出买洋货的钱 水产方面呢 已经找到了 跟高级饭店的销售渠道 销量肯定不是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产量 就这点小鱼小瞎的 项目的规模根本就做不上去 对了 你们俩不是去养猪厂了吗 什么情况 听说那可是个核心项目 其实 比想象的要好一点 来 使劲吃啊 怎么了 是哪里不够好吗 哪里都好 就是太好了 那简直不是个养猪厂 简直就是个风神院 那么刺激 早知道我也去看看了 您经理的意思是 只有疯子 才会一心之想想是得一对无助 那没错呀 我之前看计划书里就是这么写的 所有的计划书都是这么写着 本来还以为是句宣传口号 可谁知道那个书呆子 他真这么做呀 书呆子 你是说那个创始人万里涛是吗 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社会学博士 不是养猪 还是社会学的 干什么大剑小怪的 没仔细看资料书啊 干什么大剑小怪的 没仔细看资料书啊 我 我这不是走得急吗 路上还忙着直播团见呢 我明白了 林经理的意思是 他们不计成本 没有考虑实际问题 就是这意思 早知道这创始人是这情况 当初就不应该来 虽然他们这个创始人 是一个博士 但这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 都是普通的农户 他们出的那个账本 简直就跟天书一样 完全没有办法 获得准确的数字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他们所给出的财务报表 是轻果估算的 不完全准确 也不足以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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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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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事已至此 咱们就好好把这顿饭先吃了 这些东西都是精品 以后想吃啊 还不一定吃得上呢 来来 都吃了它 除了这个项目 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 我们也认真考察了 旅游开发的可行性 这个农业基地啊 低处偏僻 无论从自然 还是人文景观上来说 都不具备开发成 旅游项目的资源 再加上生产成本过高 仅靠游客的购买量 远远不足以实现盈利 所以你认为 这个项目不具备投资条件 其实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不行 我 不 不是 是 我们大家都觉得不行 我走了 各位 我们 oni 先走了 那我们要不要 别裤了 放弃吧 您不是总说 吴伯的希望最害人了吗 老师 那我我们都等了 赶紧给王总打个电话 跟他好好说说 趁着二组还没上会 看还能不能再要回来 老吴 什么事儿啊 王总 方便说话吗 是这样的 我的那个农业项目 在做禁调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问题 可能需要调整我的计划书 您看 能不能再给我一周的时间 我会尽快调整好的 不行 我已经说过了 哪个项目先通过投决会 就做哪个 包菜公司项目时间 已经定下来了 就在这周 你 其实 我也没那么着急 再怎么说 老吴也是当过我领导 这要真是一周时间都给不了 也显得我太小气了不是 你就好好干吧 别让我失望 一定一定 不是 怎么说了说了就变调了 不太这样的 王总不会连一周的时间 都不改吧 不 不 不 问题根本就不在这儿 都不用说了 我是不会放弃这个项目的 这项目的定位和方向都没有错 如果中间发现了问题 错的也是我们 不是项目本身 你怎样是 什么能够留在这里 如果就因为这样 去放弃这个项目 选择不去看到它本身的优势和价值 那是本模倒置 推卸责任 是啊 这些农产品本身都是火山价石的 不存在任何的农虚作家 其实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怎么向消费者去证明他们的价值 可是投资不是做慈善 不能盈利的项目 做得再好也不能投 无论是产量 销量 还是成本 看上去像是截然不同的问题 但是本质上其实是统一个 就像邱总刚说的 我们怎么让消费者去信任这个产品的价值 怎么信任啊 你不能让每个消费者都亲眼看着书长大了 如果可以呢 你不能让每个消费者都亲眼看着书长大了 你不能让每个消费者都亲眼看着书长大了 如果可以呢 如果可以呢 余总 这种情况真的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 直播平台吧 本身就是自媒体 是大众的宽幻 要怎么去监管内容 总不能派人每一分每一秒 监视着每一个直播间吧 审查再严格也永远都是后知后觉 这简直就是和上一人在斗智都有了 不要找借口 说穿了 还是你根本就不想控制 为了争取用户流量 不择手段的博眼球 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吧 要是没有平台的纵容 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 现在的处罚还不是最坏的结果 如果你再不吸取教训 真被查封了 我们谁也救不了你 那真要是管得太严格了 没流量的也是死啊 要是不搞这些 你让我拨什么呢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好 是我 方便说话吗 方便 你说 我想问你啊 你手上那个直播平台的项目 有没有考虑过跟农业项目合作 什么合作 我觉得啊 我们可以让观众通过直播的方式 随时看到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和状况 让他们亲自去见证和监管品质 还不只是农作物 还有猪 还有水产 我们让观众直接参与整个养殖和收获的过程 你等等等等 我想想 我现在正在发愁 用什么方法来挽救直播平台的形象 这也许是个一举双得的机会呢 是吧 你也觉得吧 那行 你帮我好好想一想 明天我们见面谈 不用了 我现在赶回公司 好 好 谢谢 谢谢 李超 余总 赶紧把方案定出来 然后呢尽快召开发布会向媒体公布 好 辛苦了 没有 这次可是多亏了吴总啊 把直播平台跟农业项目相结合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健康的内容了 江南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雪中送炭啊 说实话 能不能挽救四组项目还不确定 但肯定可以拯救直播平台 帮我们渡过难关 吴总 这份计划说做得还可以吗 可以 郁总那边材料应该准备差不多了 你过去看看 看怎么跟我们对接 好 邱总啊 通知一下那几个小伙伴 让他们做好准备 明天再去一次农业基地 调查直播的可行星 好 还有 胖子明天去不了 他得跟我一起重做计划书 所以明天得由你带队了 我 你不行啊 行 你好 每天在上班的时候 打开这个直播软件 让网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饲养过程 我们的猪肉凭什么卖这么贵 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 直播平台的用户 真的会对农业养殖感兴趣吗 以这种方式 简直就是一想天开 我觉得挺有趣的 可以试一试 通过直播 顾客可以随时确认厂家的状况 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以看到清晰透明的食物产业链 这比什么都重要 可我还是对这种方式 不太感兴趣 行不行 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正好就用我这个直播间 司聪 走 你们去吧 我在这儿做记录 我跟你去吧 来 看看这些猪糕子们 来来来 看看 这边这边 宝儿们 宝儿们 我们开始卖猪了 大家看一下 这些小猪多么的可爱 宝儿们 宝儿伴 这一头呢 就是正宗的精华两头黑 从唐朝就是皇上的贡品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拥有国际最高规格的 卫生标准和饲养流程 还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 进行私人定制 根据直播随时进行观看 就像养在你们自家的后院一样 你看 小猪多可爱 不想到你比我还能无聊 有人认够了 有人认够了 司聪 有人认够了 快过来 来 司聪 过来 来了 又有一头 你没事了 你没事了 我们简直就是转翻了 不到半个小时就卖刷二十多头 照这个速度 盈利根本就不是问题 太好了 大家别高兴太早 今天之所以效果 是因为有帅哥美女做出货 换做其他普通人 估计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放心吧 这个情况我也会写进报告里 谢谢您 秦怡 也谢谢您 干嘛这么客气啊 一秋 你算是小组长了 那就相当于当上班长了 升官了 是吗 喂 超哥 什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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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出去三个步 你跟我一起吧 嗯 什么 明天一早就要交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是公司有什么事情吗 殷经理 他让我替他写禁止报告 说明天一早就要交 那你先回去吧 我这里没什么事 谢谢你 班长 可燃兵的项目谢谢你啊 帮我收集资料 不客气 我也就能帮这点了 现在连小孙 都开始当上领队了 这只是个特殊情况 不过他确实挺努力的 那也得有努力的机会啊 你在科技组 不是很顺心啊 可能我不说 你们也都看出来了 姜经理 对我来说 真的是有点不可理喻 可我之前 在科技组实习的时候 没觉得他特别不好相处啊 会不会是你对他有什么误解 那也就更能说明 他就是看不惯我这个人 可以伤我的吧 不可能 他这个人特别理性的 不会把个人情绪 带到工作当中来 只不过他 看上去比较冷漠 所以可能说话的时候 比较直接 好吧 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怎么 你怎么 周末还穿一身西装啊 弄得跟要去吗 面试一样 我是去见一个创始人 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早结束 没谈论吗 对方思想太老旧了 感觉还活在上个世纪 所以 没聊多一会儿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 也不用非勉强合作 你今天想看什么电影 听说竹木金融圈还挺不错的 我可能想看烈焰行动吧 动作片 今天是日子 你们两个一起来的吗 没有 我们自己来的刚碰到 这位是 我是李世言 你们 一秋 这两位是 我们是孙耶修的同事 高自松 樊天忆 你好 你好 你们是要看哪个电影 喜剧 动作 听你的 谢谢他 要不这样吧 我们四个一起看吧 就看那个烈焰行动 你刚才不是说你想看竹梦金融圈吗 没关系 你想看那个电影 我看那个都一样 突然不想看了 要不还是跟你一起看喜剧吧 那我们各看各的 不打扰你们了 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好 好 太辣了 难以置信的烂 怎么可以这么烂 也还好吧 反正我也没搞什么希望 不好意思啊 让你看了这么一烂片 挺浪费时间的 不是吧 你这人这么娇瞻 看烂片也挺有意思的呀 至少可以听到别人的吐槽 我倒不这么觉得 我是挺同情那些演员的 看他们在那儿 那么努力地想把大家逗笑 结果却完一天失败 这本身就是一悲剧啊 那你知道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吗 明天还要上班 你说这男主角是不是有点傻呀 那女主都快死了 她才明白她的心意 可能对她来说 复仇才是最重要的吧 那对你来说呢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可能一上来就挂了吧 没看出来 那你还挺鸡贼的 既然你都请我看电影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 请你吃晚饭吧 今天可能不行了 我还有些工作没做 要不改天吧 也好 那我送送你 这也不合适吧 你还知道不合适啊 我送你吧 叫两个弟弟 来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已经叫好了 马上就过来了 我就想逗逗你 好 票根给我啊 以后捡完的票 都放我这儿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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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早啊 早啊 早 早 昨天跟你一起的那个漂亮姑娘 你们交往多久了 她不是我女朋友 我信 我信 你别误会啊 她真不是我女朋友 本来我妈非跟我 小孙 小孙 你可以啊 你交女朋友连我都不告诉你事 谁跟你说我交女朋友 走 好转 走 这么巧啊 什么事 我跟你说现在除了我全世界人 人家都知道了 谁 你说呀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看别人干吗呀 你吃了碗里你还看着锅里呢 不是 你看我眼 来来来来 来 谁 谁 走 走 谁 你告诉我 不是 谁 我早晚我回查清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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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谢谢观看